大家好,我是Stan 红的律师主张 因为红是一名著名的运动员 就威胁要将他们之间的私人对话和事情 爆料给媒体IG,YouTube,所属球队和篮球论坛 并以此要求鼠一含冤的金钱 根据媒体获得的告诉状显示 红在2018年12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A某 并发展成恋人关系 虽然恋爱初期关系良好 但由于A某的脱轨行为 双方性格差异 双方父母的反对等原因分分合合 最终于2020年12月 正式分手了 根据恒鸿封面透露 在三年的交往期间 恒鸿和前女友有过两次的怀孕 在得知第一次怀孕后 恒鸿曾承诺将负责一生 然而A某考虑到 未婚现孕在韩国社会有着负面的观感 因此拒绝并选择堕胎 律师表示 当时恒鸿曾劝说A某生下孩子 但A某表示希望在结婚后再要孩子 恒鸿尊重了她的医院 并在A某居住地进行了手术 虽然当时恒鸿正忙于职业篮球赛季 但她仍陪同A某群医院接受手术 并细心照顾她的身体状况 帮助她恢复健康 第二次怀孕是在2020年5月左右 恒鸿这次也打算与A某 一起负起新生命的责任 并希望她能生下孩子 然而A某坚持必须在生产前结婚 而恒鸿则表示 婚孕需要再考虑一下 请求她的理解 律师表示 A某在2021年5月29号这31日怀孕期间 发送了多条讯息 包括我想在你面前 如果不会签我就要发新闻了 三一这么便宜就解决了 这都不算威胁 我不再对你慈悲 将公开你的所有聊天记录 尽管A某进行巧诈恐吓 侯鸿依然试图以爱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在周围熟人的帮助下 侯鸿与A某和解 并在双方同意下进行了第二次堕胎手术 当时侯鸿也陪同A某前往医院 并细心照顾她 之后侯鸿依然试图对A某负责 但由于A某日益严重的威胁恐吓行为 以及过于频繁的交友行为和暴力行为 侯鸿最终选择了分手 律师接着表示 A某与涉及乙层女事件的女性黄安娜等人 一起泄了不好的东西 并在四年间持续对受害者进行恐吓和侨诈 需要迅速进行搜查 并应申请拘捕令将其拘留 以防她进一步做出危险行为 律师最后补充道 感到孤独的受害者 不应该遭遇乙层女那样的不幸事件 恳切地请求调查机关 迅速且秘密地进行调查 以防着第二个乙层女事件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说要负责但不愿结婚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就是把责任推给女人吗 第一次就算了 第二次只要结婚就可以了 不结婚怎么说是负责呢 负责的意思好像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吗 男方既然没打算结婚 为什么不避孕呢 第一次怀孕说的也很巧妙 但并没有提到结婚 虽然看似都是女性的选择 但两次怀孕都是恶翁造成的 然而她并不愿意结婚 在韩国社会对女性来说 这无疑是暗示她去堕胎不是吗 自己没开口让她堕胎 却巧妙地用话语让女人不得不堕胎 真是的为了省三亿含冤 还把她变成威胁犯 快给钱道歉吧 看来是感觉女生要爆料了 所以抢先一步进行媒体操作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看她在第一次怀孕时坚持要拿掉 很可能那孩子不是恶翁的 恒翁都说要负责了呢 吸爆的东西的女人在勒索要钱 两次怀孕也很可能不是自己的 男人们都迟钝 如果女人有意隐瞒 男人们很难察觉 对于韩国人气篮球选手的私生活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